22. 工商時報 發人落跑櫃買五日軍線得而復失 2015年7月15日櫃買市場期貨 B. 陸高石銀櫃買市場作一四日盤中一度突破五日軍線反壓 但租逢前波高點解套賣壓出籠 中場反而小跌0.21%收130.92點 依然無法暫回五日軍線支撐 自營商 投訊昨日各自賣超2億元 1.2億元 短期仍然屬於弱勢反彈的價局 貴買指數昨日早盤往上衝高到132.63點 突破五日軍線反壓 但正好觸及6月9日與上週三的解套賣壓出籠 早盤的帳幅也全部回套 大展投顧策略常理正言說 上週四早盤就有投資人進場搶反彈 在台古年將二天後 部分搶短的投資人開始獲利了結 使得昨日指數無法上攻 李正言說 貴買市場上週三大敵的原因是中國與希臘問題 希臘問題需以緩解 中國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指數要反彈到前高有困難 就類古來看 現在低檔反彈的太陽能 生技族群還無法聚集許多人欺 貴買整體的氣勢還撐不起來 華南投顧董事長儲長生說 中國仍然沒有完全脫離險境 加上台積電週四即將舉行發說會 許多投資人對台股仍然處於觀望的態度 儲長生說 目前投資人普遍預期台積電第三季 仍修成場可能無法像元先與古德亞摩樂觀 指示下收的幅度仍然不清楚 發說會後台股的氣氛可能會受到影響 儲長生說 台灣投資人目前處於邊走邊看的狀況 可能六股、港股、美股走了三步 台股才開始走一步 台股基本面受到壓力 主力在拉台股票的時候也覺得不是很踏實 儲長生認為 台股到了11月、12月 因為迫近明年總統選舉 讓投資人有些觀望 因此最大的行程會在第三季發生 然而台灣電子公司第三季仍然充滿挑戰 主要原因除了 P.C. 銷售然後 中國智慧型手機需求不增外 雖然Apple預估今年新iPhone銷售量會有9000萬支 比去年7000萬至8000萬支橫要更多 不過去年iPhone錄影銷之下 今年新iPhone若沒有大改款 是否能有那麼高的少量營有一些異類 交換回覆機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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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